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Tiger 欢迎你到值不值得买 今次我们试的这支是Devil Cast的第三版 是来自Bowmore酒厂 这个系列相当出名 一闻下去就不用闻 只看颜色就已经很深邃的腐拍式 再摇摇一杯 多么柔潤的 一看下去 闻下去是很经典的Sherry Cast的香味 Rochel和PX Cast都有用到的 很明显那种很浓郁飽满的雪梨干果 即是好像提子冈香料的味道 是涌上来的 所以是十分饱满的一支酒 它的酒精到多少 整个五十六点七 但是闻下去 一点都不觉得很辛苦 很辣那种的感觉 是很robust的 那种的 即是很云 即是很红厚那种的格调 很壮 那种烟灯的味道 其实是有 我自己觉得 是有带有少少海岸感 带有少少花香 多顺色的煲磨 但是因为Sherry的气色 是强过那个烟灯感很多 嗯 在那个闻香上我已经很喜欢了 即是这杯呢 我觉得都breathing得够 Sherry Cust的东西呢 尤其是那么重 Sherry 不防breathe多一会儿 我们breathe了应该大概都有 十五分钟以上 嗯 现在的气色很迷人 嗯 我自己挺喜欢 一闻下去就觉得很饱满 好像应该是饭后饮的东西 是 趁甜品可能 嗯 哦 我喝了很多 这杯 哈哈哈哈 OK 它入口呢 我hold住它的时候呢 有阵很强烈的花蜜 很honey的 在心里 那种干果物箭的气色呢 在整个口笼罩住 慢慢吞进去的时候呢 那一阵的 里面隐藏了的烟灯味呢 在口里爆发出来 挺有层次感啊 嗯 好 好红壮有力量啊 入口的冲击力呢 我自己个人很欢喜啊 这个style 绝对绝对绝对是robust 不用说了 是的 嗯 嗯 入口呢 烟灯味呢 是会慢慢地 检放出来 会放大了 就是 闻的时候呢 你就可能是觉得 slightly peat 但是一喝下去的感觉呢 你会觉得是 好像由medium 到medium high 那种的peat level 相当有层次感的一致 这杯我评分都挺高 应该都有 88 89分 一定去到b加 level 是的 现在这支市价来说 在三板里面来说 算是相对相容易一些 应该是around 二千多元左右的价钱 我自己觉得 就是 性价比上它贵了些少的 我自己觉得 我给到around 二千元左右 我都给尽了 但是加上它的名气 就是还可以的 还可以接受 这支来说 是的 如果你想喝点 就是爱雷岛 比较爆满 油润感不算很足 都有在 peat level 就不会盖过 它那个 sherrycast的感觉的时候 这支是不错的选择 各位 如果对Bowmore的devilcast 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下面留言